8月24日9点,在哈伊高铁铁一段伊春市乌翠区占房施工现场,随着手跟装机顺利开钻,标志着我国最北端高铁站伊春西站正式开工,我国高铁建设再次向北延伸。 哈伊高铁铁一段线路,起自铁立市,中至伊春市,全长111.4公里,线路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铁立,日月侠,伊春西三座客运车站。 高强度管装,强度是105,然后总共设计根数是456根,装长是10米,预计20天左右施工完,从现在开始到9月15号,基本能完成高速作业。 在站房设计上,铁路部门采用三段式站房平面布置形式,配备了先进完善的服务设施,站房中部围进站,后车厅,主要承担旅客进站后车功能,站房右侧设置售票区域,主要承担车站售取票的功能,站房左侧设置出站厅,主要承担旅客出站检票,补票等功能。 据了解,一春溪站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锁出地区全年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动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 不仅如此,铁一段沿线还分布多块岛状动土带,动土层厚度达2.9米,动胀敏感性大,稳定性差,给施工带来极大的难度。 为了攻破这一难题,中铁建设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林贤长教授团队开展国内首个防动害矿物基类胶宁材料新技术课题研究,采用这种新技术对软土实施固化密实加固,实现地基动害防控。 这也是世界上首个采用高性能材料技术,解决高寒地区,高铁站房施工中,高动胀敏感性附水软土地基,动害防控与稳定控制的方案。 但是这一次为了解决这个一纯高铁站这个问题了,又在这个大类材料技术下重新研究一个新的原材料,跨物基胶内材料的配比方案。 为什么它能给地图进行固化、加固、动害防控呢? 主要是形成大量的胶体成分和解禁水化物。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金林大学经过电竞扫描出来的结果。 我们主要是选这个天然的、常见的、分布比较广的矿物材料。 这个矿物材料作为原材料,它没有环境污染,它也好加工、好取得,成本呢也比较低。 由于一春市地处我国高寒地带,全年有五个月的平均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高铁有效施工时间短。 基于此,一春西站也成为了国内首个全线绽放适用装配式雨棚的高铁项目。 为此我们将站台雨棚由现教室油化为装配式,它具有施工精度高,外观优美,低带环保的特点,从外大幅提高了施工效率。 装配旅棚的应用是一七春西站整体工期提前约四到六个月。 哈伊高铁全新建成后,哈尔滨至一春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七小时左右缩短至两小时以内, 行程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两到三小时交通圈,百姓出行将更加方便便捷。